这是什么情况 美国宣王居然在中国擂台跪地磕头 常跪不起 但如果你觉得他是在磕头认输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就在刚才 他被中国散打巨人连续炮轰上百拳 哪怕是打到鼻青脸肿 依旧嘴硬 称中国地板质量太差 否则就算再来十个 他也能轻松应对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场是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 场上白色悬套红防选手 就是我们的修鹏城 另一边蓝防选手 绿色大裤衩的 就是来自美国的史蒂文班克 那这个史蒂文班克 被称之为美国的功夫熊猫 虽然说长得胖 但是这个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我们看到 双方选手的这个体型差距 也是非常大呀 可以看到这个史蒂文班克 应该是要比修鹏城胖了一倍 那这场比赛 双方体型差距实在太过选输 那修鹏城一定要小心 但是这个东风熊猫给人经常给人不解决 他好像一身的这个肉不够 不够这个坚实 但实际上的正牌也很重 是的 现在这个修鹏城能肯罪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 修鹏城连续的去进攻 连续砸拳啊 看到这个史蒂文班克 被打得非常狼狈 整个人是被逼在了擂台边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修鹏城能否乘胜追击 对除了你牵马之外 还要用你的推马 对你就用你的高边腿上头动 是吧 因为这方毕竟那么重 他一动慢 一把四股干打起来 全打完之后还要用推马 还用推马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欧洲熊猫是立刻 中国的全球冠军阿斯帕迪 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 还是有自己非常独道的一套体系 那我们看到在修鹏城一拳下去之后啊 这个史蒂文班克 现在是越打越狼狈 越打越虚越打越怂了 那看一下修鹏城还是还在进攻 这一脚 这一脚是踢在了这个史蒂文班克的当上 但是问题不大呀 还是下手不是很重 那现在比赛继续 看一下修鹏城能否直接Q掉这个史蒂文班克 修鹏城有点撑不住了 现在第一局看了修鹏城打得很重 对 你就要移动 让对方 非常重的后手拳打得很危险 这一下之后 史蒂文班克被摔倒在了地上 修鹏城反正还是非常快的 四两拨千斤 用自己小小的身躯 撼弄了像一个肉山一样的史蒂文班克 好的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 第一回合咱们的修鹏城是拿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优势 打到这个史蒂文班克是非常狼狈 那让我们期待一下 在第二回合咱们的修鹏城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看到这个史蒂文班克在稍作休息过后 这个状态似乎是要好了一些 看一下修鹏城在这一回合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什么样的打法 这一场出色的就是他永远不会给公主型猫带动自己节奏 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猫之前对于阿斯哈迪的时候呢就接连使出了这种 面对于对手出拳的时候的勾子 这种经常把对手勾打 对 那今天好像他的这个头感 确实是修鹏城的 因为修鹏城 好的连续中拳之后 打到这个史蒂文班克根本没有欢手之力了 甚至现在连格挡都做不到了 那现在裁判及时拉开了双方选手 我们看到现在史蒂文班克是跪在地上 磕了一个头啊 但是修鹏城依旧是不会手下流行 现在裁判开始读苗 看一下他能否坚持 那这个史蒂文班克还想接着打 看一下修鹏城能否承受坠机 好的连续中拳 现在看到史蒂文班克根本没有欢手之力 好像整个人快要昏死过去了 好的 现在裁判是直接结束了比赛 那这场比赛之后 这个史蒂文班克应该是整个人都不行了 那他莫不如在刚刚暂停比赛的时候 就直接投降啊 那最后让我们恭喜修鹏城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